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玩Piece 把安T 拉小吧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下恐龍型帶的奎英 這次也是當初脫面具King的另外一隻 大家也是蠻推薦的角色 而且剛好哲平這邊有70等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能力是如何 第一招是他的風來拳 按住技能按鈕的期間 持續對附近的敵人連續造成比例傷害 比例損傷會依照敵人的體力而變化 然後暴擊產生的這個損傷提升效果 對比例損傷沒有影響 發動技能即使受到敵人攻擊也不會輕易被推出 然後經過一定時間或是放開技能按鈕 便會產生對中距離敵人造成損傷 並擊被敵人的攻擊效果 常常技能按鈕的期間可以移動喔 然後技能發動後一定時間用這個亮槍的效果 第一段 敵人的這個最大體力是4%損傷 最大19連擊 第二段技能攻擊力325 第二段擊飛效果冷卻時間是42秒 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火花Queen 好 那火花Queen的話呢 這邊來看一下喔 按住技能按鈕的這個期間 持續對遠距離敵人造成連續損傷比例 然後比例損傷會依照敵人體力而變化 暴擊產生的這個損傷提升效果 對比例損傷沒有影響喔 這跟那個就是第一招也是一樣 就是會有這個持續對遠距離敵人造成比例損傷 經過一定時間或是放開技能按鈕 便會產生對遠距離敵人造成損傷 並擊被敵人的攻擊效果 這感覺是攻擊型的奪寶者捏喔 技能後發動一定時間內容降向無效效果 六五十追加這個賦予攻擊力減少的效果 第一段 技能最大體力3%的損傷最大12連擊 然後技能攻擊力是289 然後擊飛效果 攻擊力減少20%的效果時間是20秒 冷卻時間是35秒喔 這次感覺是打架的耶 我自己個人就不是那麼喜歡打架了 所以忽然經摩托車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喔 角色特性 被敵人擊飛時 為置身賦予14秒的這個透明常狀態 並且體力恢復30% 透明好像就是那個在地圖上不會顯現喔 自己陷入透明常狀態時 可忽視敵人並奪取財寶 喔~~ 這好像就不一樣囉 這好像就蠻厲害的喔 技能1放弱的一定時間內 不會亮槍、不會倒地且不會被擊飛 4秒內產生5次的這個損傷時 敵人迴避冷卻時間追加50% 並且為置身賦予10秒的這個亮槍無效的狀態 體力在70%以上時奪取速度增加50% 並且受到的損傷減少30% 然後被防禦增加中的敵人攻擊時 受到的損傷減少50% 並且體力恢復3% 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特性2 自己正在奪得財寶時 不會亮槍、不會倒地 而且不會這個... 不會被擊飛 攻擊防禦率增加中的這個敵人時 竟然1而冷卻時間縮短5% 並且敵人的這個技能冷卻時間追加5% 然後特性是體力在100%以上時不會亮槍 沒問題 好 今天我們就奎英給他走起來 沒問題 那奎英的話因為他是紅色屬性的啦 所以應該也只能就是 跟這個樓甲搭配一下喔 那這邊因為我們羅傑那邊是用那個 我們不用一下萬用減技能好了 感覺應該是還可以 然後目前來說是S位階啦 S位階我覺得應該是還行喔 然後最近因為有在開直播 所以應該也是可以找時間來去 開個直播 然後來爬爬分數 看一下我們這個羅傑女帝啊 究竟能夠爬到多少分 我自己個人也是還蠻好奇的 我覺得應該也是蠻酷炫的喔 到時候可以再看一下 是不是很猛很猛的感覺啦 來啦看一下我們的第一把比賽 來啦 又是在牽羊號場地耶 好像2點3點的這個時段都是牽羊號場地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我們這個奪寶只有很多啊 喔不是這個防禦者跟奪寶者都蠻多的 所以這邊直接 奎英走起 來玩一下這個奎英大恐龍啊 其實我覺得奎英大恐龍這個樣子還蠻不錯的 只是他原本人形形態的話我就沒有這麼尬意了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奎英原本人形的這個形態 我覺得他大恐龍的這個樣子還蠻適合他的 哇對面是雙女帝啊 OMG 那個是跑跑女帝 來了 那我們這邊我先看一下該怎麼辦囉 他的透明的狀態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消失在地圖 還是整隻角色變透明 然後看起來他是沒辦法攻擊走路的 沒錯 他是沒辦法攻擊走路的 完了 我啥都還沒玩耶 我就掛掉啦 好像蠻長這樣子的 哇他是100等的羅傑耶 OMG 沒關係 我們有80等的羅傑跟你玩 也是女帝在守耶 嗨 完了 基本上會被他弄爛啦 現在女帝就是專課羅傑的 這沒什麼話說 但我們還是要打一下 沒有耶 他直接不動耶 那我們去別的地方吧 哪裡有女帝 我們就不要去那邊 就這麼簡單 嗨 羅傑 你要死了嗎 欸 靠 我已經那個了耶 完了完了 但我覺得好險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這把女帝只有一隻 女帝只有一隻的話 那個威脅度就沒有到真地那麼高 加油啊 妮卡 一起打爆他 哇靠 沒辦法耶 哪裡有女帝 哪裡就麻煩 但是我們這邊還有妮卡啦 我是覺得可以 拚一下 好 看來是拚不了了 好啦 欸欸欸 他走了他走了 他走了我們就是快點 好險是什麼 因為他們這把他們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小女帝 他們如果這把有很多隻的話就很麻煩 但好家在喔 好家在他們只有一隻喔 一隻我們這樣奪還奪得了喔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奪寶寺 啊你怎麼也在這裡啊 老哥 搞錯了吧 你怎麼又在這了 完了 好 那真的很簡單 我們就不要在這邊 我們快走 覺得這女帝想搞事 完了耶 這樣被他們弄的話好像 不是很好唷 但是因為好消息就是他們的那個 跑跑 那什麼 他們那個女帝只有一隻 所以我們是可以想辦法弄掉的 欸 是他耶 完了 哇靠 真的不太好耶 上面那個再拔掉就可以了 拔掉 有 喔 好險喔 欸 他們再多一個女帝我們就完了 然後奎英表示 啊 我咧 哈哈 沒關係 下一把看一看 下一把看看 下一把要讓奎英登場 好 來啦各位 何之果啊 可以說是我們白獸戰隊 哇 又有這個女帝了 哇 有這個女帝說真的 他們不要太多隻我們應該都還可以 但是他們只要有很多隻兩隻 基本上應該邏輯就受不了了 但沒關係 我們走起 不是 我們這一隊的這個組合還滿特別的 我居然看到一個就是從來沒有看過的那個魯夫 那隻魯夫是啥巴魯夫啊 好 這邊 本來我們工作就是 奪寶就對了 那個回體那些不是我們的工作 順一下 哇靠 他們有閃電欸 然後又是女帝 哇靠 這是什麼好東西 喔 你看他的攻擊按住是 遠距離的射線 蠻酷的 按住 喔 然後我們會有透明狀態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按一技能趕入的感覺 對阿 好啦 這把我覺得我們隊友應該ok 我要持續一直玩奎英了 不然今天主角是他捏 他要連上場的機會都沒有的話太可憐了 交給你了奎英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技能趕入的樣子 你看 可以這樣跑 喔 剛好可以趕到這邊 喔幹不錯 哇 這射線看起來 沒到這麼頂優 我走了 順 我走了 左寶才是我的工作 大家不要理我喔 我沒有在幹嘛喔 幹 被King看到了 被King看到啦 但是他的這個一技能的這個趕入我覺得是比較偏慢 好啦 為了勝利 不能開玩笑了各位 COME GAME 快快快 為了勝利 我跟你講喔 就是 羅傑為什麼可以登海賊王的原因啊 速度夠快啊 拔完就走啊 哈哈哈哈 仰天長笑啊 那是誰 大媽 滾 過關 你滾耶 沒事 躲完 躲完完他們家裡去 可是他們有一個女帝喔 沒有一個女帝的話可能比較尷尬 好了啦 大媽 又在那邊搞 喔 他們家沒人了 哼 媽就玩到後面 還是在玩羅傑啊 各位 不是不是 我們雖然練腳歸練腳 但我們還是要讓大家就是 不能輸喔 對啊 這誰 喔 你沒了 因為你不是女帝 我只怕女帝啊 你這個降龍十八掌沒有學好的這個 索隆 我是不怕的啊 COME GAME 沒事 我也可以躲 躲回來 沒有了 不用了 那這隻奎硬的話我覺得她的那個透明好像是整隻角色消失不見了喔 所以她不是消失在地圖上 她是整個不見 所以應該也是可以打出不一樣的效果 但是她70等啦 就不是說那麼的OK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真的還是那個女帝最猛了 那個女帝真的是60等就直接可以飛來飛去了 而且只要一隻站在那邊啦 那個羅傑基本上就沒辦法躲了 太神了啦 各位 那你沒完我們這隻奎硬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這隻角色的看法囉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SUMRO 大家 掰掰囉